现在以投放热焰弹方式 模拟AK-82500放炸弹 两架F-16战斗机在空中发射热焰弹模拟投放炸弹 接着快速消失在云朵当中 将以炮兵火力以及交叉攻击 9台M60A3战车和装甲车 对着远方的海面发射实弹火炮 而且发发命中目标场面相当震撼 原来这是13号凌晨 在澎湖实施的联合反登陆作战 有别于以往的红军蓝军之分 这次直接模拟中国大陆从南海大举来办 进行海上射击和防护 验证各式的武器作战性能 而澎湖地区的民众也很捧场 大批的民众穿着防弹衣 头戴钢盔到场观礼 而且在场上还有一位女性的战车驾驶兵 已经连续三年参加演习金国不让须眉 虽然天后不佳 海军舰体临时退出 但逼着的演练也让在场的民众 看得目不转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